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你知道周卫国的原形是谁吗 台国少将周文在就是其中之一 周文在将军的家庭背景和影视剧中的周卫国差不多 都是江苏常熟人 而且周文在也是名门之后 父亲周鼎是同盟会会员 不过周文在小时候 就被过继给了同族的养父周炯如 周炯如更是当地巨商 常熟首富 按理说周文在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 典型的富二代 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原来周文在从小就心怀爱国主义思想 被送往上海读中学时 经常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 武萨运动爆发时 正在读高一的周文在听书后 立即组织同学游行 发传单 结果被英国巡捕抓了起来 这是周文在第一次被捕 经过共产党的多方研究 周文在未保释出狱 因此对共产党抱有深深的敬意 并在大家的指引下 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 1925年 19岁的周文在经他的国文教员 地下党员周天璐的介绍 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展开全文不久后 周文在在一次发传单的时候再次被捕 这一次 敌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 但他一直坚定 什么也不说 出狱后的周文在 经组织安排 南下考入广东黄浦军校 进入了第六期学习 请注意 黄浦军校第六期出了不少国党的名将 像罗瑞卿 陈国军 陈子华等等 都是周文在的同学 1927年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还未完成学业的周文在被迫撤离 回到家乡 当他听说武汉政府还未清党 于是 便乘火车前往汉口 被任命为贺老总的第二十军教导团二营一连指导员 随即开往南昌 参加了局势 震惊的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 周文在随贺老总南下 在潮州阻击追上来的国民党军时 周文在不幸第三次被捕 但这一次 他只被关押了两天 因反动派没有查出他的真实身份 周文在再次脱险 周文在返回老家常熟后 联络上了常熟的地下党 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但是到了1935年底 由于叛徒出卖 常熟地下党遭到破坏 周文在第四次被捕 这次 他被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 直到抗战爆发 南京沦陷 他才得以逃脱 出狱后的周文在 因联系不上组织 只得在苏南的一支抗日武装中 进行抗日斗争 为了寻找组织 周文在辗转数千公里 先在上海码头坐轮船到广州 后又从广州历经十天到武汉 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 向他汇报了苏南的抗日形势 虽然周文在四次被捕 但叶剑英对他千里寻党的行为非常感动 还委派他回岛 苏州组织抗日武装 就这样 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 周文在在沦陷区组织了一支抗日孤军 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 频频对日伪军发动袭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周文在挥师北上 成为肃域挥下的议员战将 参加了黄桥战役 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等等 成为我军议员百战明将 1955年授贤时 周文在被授予开国少将 也是仅有的三位江苏籍的开国将帅之一 另外两位是王震忠将和梅嘉生少将 1994年周文在将军病逝 享年88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周文在将军的小儿子周荣 毕孽于清华大学 妻子时著名演员贺家芳芳 参演过便衣警察东方战场 秘闯金三角等电视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